在排练之前 我最担心的就是 时间给我们太少了 我跟他们融合的机会 实在实在是太少了 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当然会觉得我是个外人 但是我从听完他们第一次编曲之后 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就开始 很信任他们 我会觉得我是个外人 我会觉得他们 很有想法 而且我觉得会让我很安全 所以他们在聊他们的 我就不停地独自站在那去看我怎么唱 他们的分段是怎么分 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最该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去给他们添更多的想法也好 更多的可能性也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认真 带着想法的认真 他们会觉得我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尝试 我会不会也许我这个地方改个音会不会更好 尤其这一点在安宇那一队是最明显的 我从听到的第一个出版的编曲 跟现在出版的编曲完全是不一样的 结尾都已经换了三个了 中间的剑奏都已经换了三个了 古典也换了三个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跟乐队一起合作的魅力 最大的地方就是这里 大家一起探讨 我们怎么做有更多可能性 每周六优酷读播 用音乐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 一起乐队吧